申田公子挥别龟梨河也被报无缝接轨地产大亨 36岁日本人气女星申田公子新年经报新恋情,密恋大悟岁不动产大亨 日本体育报报道,外界原本聚焦它与龟梨河也持续二年的恋情,但双方已与日前悄悄分手 之后它随即与日本不动产业界最年轻的股票上市公司Cila Holdings,前设长山本红之拍拖 目前已低调交往两个月,过年期间并已见过双方家人 双方关系已结婚为前提快速进展中 报道指出,山本红之目前旗下拥有七家不动产相关企业 年营业额超过200亿日元,约58亿元台币 它28岁时曾成为不动产业界史上最快最年轻的股票上市公司设长 还被日本媒体封为时代的宠儿 他虽事业快速成功,三年后也应负债高达400亿日元,约116亿元台币 申请破产,后来才又靠一己之力奇迹般的在业界重新篡起 据悉,申田公子去年10月与龟离分手后 11月经朋友牵线介绍与山本认识 由于山本原本就是他的粉丝 双方住处步行径虚数分钟 因此迅速拉近彼此距离 他对身高180公分 戴住黑矿眼镜的山本也很有好感 申田之前都与圈内男星交往 这次与实业家交往 也让他觉得既新鲜又刺激 申田公子主演的TBS新剧 初恋那天所读的故事15日将上当 剧中他是演找工作 想结婚都不顺利 转而担任补习班老师的亲属女 今年公司双方势必都将成为话题焦点 针对申田公子传新恋情的报道 所属经纪公司今天接受Daily Sports 访问表示他们确实是一起吃过饭 但是并无交往关系 否认他正发展新恋情 山本红直今天接受富士电视台 直激励于古代 电话访问时则未否认相关报道 仅表示这是我个人的隐私 恕我无法针对工作以外的部分 做任何回答 请不吝点赞订阅